好的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本场比赛正式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2022年巴黎圣日尔曼亚洲型日本站 穿其前锋对阵巴黎圣日尔曼的比赛 再给到门前 这就想要玩个花的 脚下肚肚并不快 这是梅西 右脚再打门 阿什拉夫跟上的射门 这次投球点的不错 看到左边路好像是没有越位的 单刀来了 看看怎么来选择 右脚的大门 这个球 左脚 找进去内 这球停的不错 差一点点就能起脚射门了 外围再来一脚 有威胁就是太正了 内玛 内玛今天回撤很深 在这个位置接球次数非常多 梅西想要再和姆班配接应 右边路 找到阿什拉夫好的 再和内玛做配合 给到进区内 姆班配想要自己过 左脚的大门 门将做得不错 再打 远点差一点 今天这个门将可以吹一吹 这次回接做得不错 但是身后是有队友过来去干扰 巴佩又拿球 调给梅西 这球过来了 梅西再扣再打 哎呦门前 这球门线上 把球挡了出来 被对方的球员 从门线上拦回来 后点还有机会 给到阿什拉夫 停下来又是 梅西的大门 这球有了 这是来自梅西的逆组 和阿什拉夫的连线 巴黎圣扎尔曼 亚洲型的低利进球 来自梅西 这个球还是扛着对方的球员 传了出来 右脚跟上打门 好像是有一个折射 我们再看一下 阿什拉夫点过来之后 打在了球员的身上 弹向了圆角 应该是邓丽翔平 这个球有运气的成分 这球是算在了梅西的头上 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巴黎圣扎尔曼 1-0领先着川级前锋 打二过一 来到底线 再打门前 这球有了 这个球有了 刚才这一下是来自梅西 和边路的配合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球确实是也好 在边路其实队友慢慢的插上 但是梅西能看到他的位置 然后再打二过一 边路防守补位有点太慢了 门前两个点 都可以去抢下来 梅西这一下在外围准备接应 这也是他在巴黎改变的一个方式 曾经他是主要的得分手 但是现在他是一个接应的球员 在门前有很多的小将 和很多接应的球员的情况之下 他不需要在门前去抵战位置了 脚球 给到近点 一点好像是巴黎的球员顶到 后点再打 传奇前锋 扳回一球 我们再看一下回放 前点第一下 好像有手球嫌疑 但是裁判没吹 再给过来 右脚给到门前的这一下 正好是能够让队友非常舒服的把这球点下来 进球也是来自 这边31号的山村河野 我们也可以在迷古视频上一直关注 看看这一次应该是最后的进攻了 葛耶过来的防守 再给出来 右边 想要打二过一 再给门前 机会不太好 这球进攻结束之后 裁判直接是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场比赛凭借着 梅西的组织 和梅西的进球 帮助巴黎圣尔曼打进了两个进球 帮助巴黎圣尔曼打进去